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瓷器鉴定 那么今天带大家领略一下 清代雍正时期的法郎彩玉堂富贵文盘 大家都知道 法郎彩瓷器是创烧于秦康熙时期 那么到了清雍正六年以后 由于法郎彩料在宫中被自己断烧出来 无论是进口的还是自己创烧出来的九种颜色 使得法郎彩瓷器在清雍正时期达到了巅峰 那么乾隆时期的法郎彩瓷器呢 虽然也很精致 但是由于他整体的画风 还有他的布局 文士布局等 没有清代雍正时期的那么淡雅 那么高贵 因此呢 让雍正时期的法郎彩 成为了法郎彩瓷器的巅峰 也受到了全世界各国的收藏者的追捧 那么这一件玉堂富贵文的这个盘 它的这个高度呢 是4.3厘米 口径呢 是17.3厘米 底径呢 是11厘米 这个盘呢 它是吃口 窄唇 然后壁呢 这个弧壁呢 比较浅 圈足呢 稍微矮一些 大家要特别留意啊 雍正时期的法郎彩的胎质呢 比较薄 通常呢 全器呢 都是以白柚为地 这个也是在清雍正六年以后 清雍正六年之前啊 基本上都是色地 那么白地的呢 呃 并不是没有在雍正 在康熙时候呢 有出现过 但是呢 它施了是白彩 那么它的那个 呃 整体的文师布局以及绘画 远不及雍正时期的 我们看这一件 它气内 它的内壁呢 朴素无文 啊 外壁呢 就用法郎彩呢 来绘制了有 玉兰花 海棠 和牡丹花 这个三组花 组在一起呢 就是玉堂富贵的含义 玉兰啊 糖呢 就是海棠 牡丹呢 自古以来呢 就象征着寓意着 富贵嘛 所谓花开富贵 也是指着牡丹花 在这三朵花之间呢 装饰了有糊石 这个笔法 大家注意看 特别的细腻啊 在另外一侧空白处呢 以墨料啊 提写了这个提句啊 迎转团团乐 香含细细风 这首词呢 是出自明代大臣 薛惠的五颜律师作品 海棠画扇 在诗文的首尾呢 分别有用红料 有描绘了 嘉丽 碧霞 续印 这个三个印 既为给予呢 又与这个文士相呼应 在盘的底部啊 中央呢 用蓝料书有雍正年制 四字双行的仿送题款 外加这个双圈框 这个双圈框呢 有粗细的不同 大家要特别留意啊 现代仿品当中呢 有很多想要仿 所谓雍正时期的法郎彩 无论是民国时期 还是当代 那么这些仿品都远不及 雍正时期的这个作品 无论是从 这个瓷器本身的这个胎质 还有诱水 还有这个法郎材料上 更不用说化工了 就差的十分巨大 因此呢 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只有多看真品啊 才能够分别出来 真伪的这个区别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画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 再见 再见